兩夫婦涉嫌性侵家的女菲蓉 48歲男被告陳淺德 和36歲女被告黎子山 被控強姦和教唆強姦等罪名 案件週一在高等法院開審 事發於2018年1月 女事主剛剛去到這個家工作3個月 恐慌開案陳遲說 案發日晚上11點多 女事主在主人房 照顧1歲半的幼主睡覺後準備離開 這時女被告牽起張被叫女事主上床 當時兩夫婦都是全身赤裸 女事主拒絕後回到自己房間 女被告就跟著她入房 小小聲說Sir like you 女事主再度拒絕 女被告就捉住她的手腕說pay money 又因為被她拒絕而發怒 女事主最終走回到主人房 男被告立刻抱她上床性侵 包括摸她的胸部和私處 亦有疼她的私處和嘗試跟她性交 女事主曾向女被告求救 但未獲理會 之後男被告沒有用安全套強姦女事主 並且在體內射精 之後叫她洗澡 又走入女事主的房間給了850元 叫她不要趕出去 女事主事後在朋友陪同之下報案 法醫幫她檢驗時 在她的陰道中發現男被告的精役 控方說雖然是男被告強姦女事主 但是女被告部分行為鼓勵和協助犯案 包括試圖將女事主拉入主人房 還有在男被告強姦女事主之前幫她口教 主控官透露男被告被捕之後 承認曾經跟女事主發生性行為 但是說是金錢交易 否認是強姦 女被告亦否認教唆強姦 說洗澡後見到赤裸的女事主 在主人房走出來 男被告就赤裸地躺在主人房的床上